狠心傷害親生母親 婆婆還有丈夫 被稱為金氏媳婦的林渝如 2013年被最高法院判處死刑定驗 走出法庭時海一派輕鬆 她被關在台中女子監獄 等待槍決 現在憲法法庭死刑釋憲 判決有條件核限 律師主張她心智缺陷 智商只有57 行為能力7到11歲 可以提出非常上訴 林渝如有機會逃過槍決 讓婆家被害家屬無法接受 她有良心嗎 反錯又不敢當 一個好好的家庭被她害成這樣 車子當時當年也有過 車什麼都有過 你要怎麼逃避 林渝如因為積欠上千萬賭債 在九個月內連續傷害三名致親 2008年11月 她把親生母親推下樓 導致爐內出血死亡 成功炸領550萬保險金 隔年5月 她趁婆婆住院 把安眠藥甲醇和農藥等 注入點滴內 害死婆婆再度炸領1070萬 兩個月後她利用同樣手法 在先生劉宇航住院期間 兩度下毒害死先生 炸領465萬 直到保險員發覺有意 事情才曝光 死者劉宇航的姑姑說 林渝如害他們家破人亡 劉家豆腐店關了 她被迫搬離埔里 好不容易有平靜生活 真的不想再被打擾 劉宇航姑姑說 還有人幫林渝如書書 議論死掉的大嫂和侄子 讓她很痛心 政府不執行死刑 已經對不起被害人 現在林渝如還能以心智問題 獲得一線生機 被害者的公道該向誰討 東三新聞為紅清張藝雲 在南投採訪報導 院評審公道